現在就跟我一起去拜訪一下 布魯塞爾市長吧 進入市長辦公室 映入眼簾的是在王宮 或皇家博物館才能見到的景象 古典巴洛克室宮廷裝飾 房頂的古代油畫和壁畫 對天堂神的描述 直接展示了布魯塞爾的 歷史文化底蘊 獨特的 樓空建築 塔尖91米 1998年被評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可稱為人類文明的驕傲之一 布魯塞爾作為歐洲的交通樞紐 四通八達 市中心交通總站的乘客 總是熙熙攘攘 從這裡乘火車 不出幾小時抵達倫敦 阿姆斯特丹 巴黎 法蘭克福等歐洲重大城市 車站外廣場上方 圓圈形建築的設計理念 似乎象征著這裡的軌道